我和老公张强经营一家实业公司,主要为一些工业控制编制控制软件,生产电脑控制版。 我主管技术,老公管全面。 为了男人的面子,公司法人是我老公。 我们俩起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能有今天只有天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少压力。 我们穷慌了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着落。 很多人都看我们笑话。 有一次,我到超市买米,碰到我前同事。 我掏了一个五十块钱出来,前同事阴阳怪气地说,很有钱吗? 居然还拿得出来五十脸上,满是奚落。 回家我大哭了一场,眼睛肿了好几天。 我不服输,心里憋着一股气。 也许天到愁勤吧。 渐渐地公司走上了正轨,经营有了起色。 我们年龄也不小了,逮了个空隙生了娃。 一切都好了起来,可我却越来越看不懂我老公了。 他常常以业务应酬为由,很晚回家。 后来好多次干脆几天不回家,说是去外地谈业务。 我深信不疑。 我们这么苦这么累一起走过来,我不信他,还能信谁? 再说,我只在编程和调程序方面看似天赋异禀,在其他方面基本上门门懂样样。 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做业务更是我的弱项。 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必须全力支持他,业务是公司的命。 马农出身的我,深知优秀的程序是产品质量的保证,我常常沉浸其中。 再加上孩子还小,作为母亲,我必须花一定的时间在他身上。 所以,有些事情也必须放手让张强去博。 张强从来表看,是那种非常一般的人。 如果不是老板身份,放在人群中绝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 我就不一样,虽然是理工女,长相绝对是理工女中的佼佼者。 上大学的时候,也曾追求着如流。 放着有钱的,长得帅得不要,为什么选他呢? 嗨,人有时候傻起来真的没药医。 我们是大学同学,他追求我的方式非常清奇。 比如说,我心里想喝奶茶,只是想想而已。 他居然真的会给我买来奶茶,害得我常常想, 他该不会是我肚里的蛔虫吧。 再比如,有时候趁没人,他傻乎乎地掏出一个苹果,吃吧,洗干净了的。 再比如,天冷的时候,他发信息提醒加衣服。 天热的时候,又发信息不要把自己热到了,多喝水,等等。 刚开始,我很烦他,可久而久之,就中招了。 我从小家庭没有温暖,父母两天一吵,五天一架,搞得我自卑又设恐。 面对家庭条件好的,有貌的男孩,我确信他们将来都会出轨,这是我要坚决规避的。 张强虽然各方面条件一般,可正因为一般,他一定懂得珍惜, 将来一定会给我一个稳定、幸福的家,这正是我希求的。 我的理念是,退而求其次等于不拈花惹草。 我他妈真是世界上最傻的傻蛋。 我常常跟张强开玩笑,看你长那样,不是我嫁给你, 你多半找不到老婆,哈哈哈哈,他没出轨的时候, 每次都笑着说,感谢老婆。 嘿嘿,你不要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很挑剔的,除了你我谁都不要。 我听了心里,很是受用。 后来,我在开这样的玩笑,他脸上总有一种诡诀,捉摸不定的笑,什么都不说。 有一次,我出差回来,我们躺在床上。 我拿过他的手机,输了他身份证后六位,打开屏幕, 漫无目的地东看看,西看看。 我看到他手机上一条信息,一位叫柳小姐的发来的, 今天下午,你到哪儿去了? 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一丝诡诀。 我什么都没想,以为是正常的工作信息。 我笃定他不会出轨,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真有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为工作吵,为孩子吵,为一句话吵, 甚至什么都不为野吵。 有一天,保姆有事没来,孩子在幼儿园没人接。 技术员调一个控制软件,怎么也调不好。 由于甲方催得急,我只得亲自去调。 到了接孩子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张强,叫他接孩子。 当我调完程序回到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打电话给张强,问孩子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张强说,孩子老师带到家里去了,我跟老师说你一会儿去接。 我一听,在电话里咆哮,张强,你他妈还想活,就给我立即滚回来。 我开车冲到老师家里接回了孩子。 不一会儿,张强也回来了。 我全程黑脸,一场山雨就在眼前。 孩子睡后,我们关上卧室门。 我低吼,你他妈现在有几个钱就骚得慌了。 连孩子都不要了,挣钱为了什么? 还不是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一家人在一起过好点。 你倒好,天天都在谈生意,日子过成这样,生意谈来了又有啥用? 这样的家还不成了地狱,我失去了理智,巴拉巴拉,想到啥说啥。 见我没有玩的意思,张强一脸嫌弃,看你那样。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我抓起水杯向张强砸了过去。 张强躲得快,没砸着。 他急步走向门口,甩下一句,这日子没法过了。 只听见砰,砰,两声门响,张强走了。 我哭,哭到浑身发软,哭到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打理好孩子,送他到幼儿园,红肿着双眼去上班。 坐在办公桌前,我打开手机,张强的信息跳了出来,我要去谈生意,两三天回来。 公司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我开始处理日常事务,公司的员工见了我的样子,神情都很怪异。 我顾不了那么多,张强谈生意去了,公司我还必须管着。 不然,怎么办呢? 三天后,张强回来了,我想跟他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 本来想晚上下班后,喊他一起去吃路边摊,重温一下我们的过去。 我怕他不去,在一家高档餐厅订了一个包房。 晚上下班后,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给张强倒了杯白酒,给自己倒了半杯。 我不会喝酒,今天魄力,希望酒精能营造一种融洽的气氛。 我举杯,张强,那天我有些冲动张强干了酒,都过去了。 一阵沉默,我喝了口酒,咳了起来。 张强,不会喝就不要喝。 我放下酒杯,张强,我觉得你变了,被钱烧糊涂了。 我想开个玩笑,活跃下气氛。 张强,我清醒着呢? 又一阵沉默。 其实,平凡踏实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我们是患难夫妻,公司要搞好,但家庭也不能忽略。 否则,就是舍本逐墨,我看着张强的眼睛,希望得到认同。 可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有一种隔靴搔痒,摸不着,挠不了的感觉。 张强喝了一口酒,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说,找一家好点的幼儿园,把儿子全脱了吧,这样可以把保姆换成终点工。 你看现在,只要保姆有事,我们就很被动。 原来也说过这事,我舍不得儿子被否了。 现在,张强又提起,我想了一阵,也行。 儿子全脱后,我给保姆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辞退了他。 保姆走那天,看着我欲言又止,我以为他不想走,愧疚地对他说, 张姐,你帮了我们大忙,真是太感谢你了,过段时间日子在磕磕碰碰中过着。 原来我们磕了碰了,沟通交流后,会觉得心贴得更紧。 现在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我不知道原因,也没地儿知道原因。 三个月后,我彻底弄清了原因。 这天我发现账上莫名其妙少了十五万。 我问张强钱到哪里去了,张强说拿给他妈看病了。 我当时就起了疑心,他妈病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打电话给张强的弟媳,咱妈病了,好了吗? 咱妈什么时候病了?她好着呢?张强撒了谎。 晚上,我逼着张强说钱到哪里去了? 张强,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用点钱必须向你请示吗? 我,这是两码事。 张强,哼哼。 我,哼什么哼?日子不想过了。 张强,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还有意思吗? 我,没意思,咱就离婚。 张强,离就离。 我,明天下午三点民政局见,不去是孙子。 张强,不去是孙子。 张强摔门而出。 我,我根本没想过离婚,不过话赶话赶到这儿了,说来吓她的,她怎么就答应了呢? 我心烦意乱,彻夜难免。 第二天上午,我觉得要崩溃了,放下工作与原单位的同事,我最要好的闺蜜约了茶。 我,我见到闺蜜的第一句话,杨林,我要离婚了,下午去民政局。 杨林,啊,是不是因为小柳?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谁是小柳? 小柳是什么鬼? 杨林吐了一下舌头,看着我不语。 你快说啊。 杨林,是已至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张强和小柳在一起很久了。 小柳是我们单位的供应,偶尔与张强有业务往来,不知怎地,他们一来二往就搞到一起了。 我脑子里立即跳出保姆欲言幼稚的模样,员工们看见我肿着眼睛时稀奇古怪的样子。 我的天,原来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没穿裤子。 我犹如被闷雷击了,怎么张强也会出轨? 接着就是无尽的悲凉,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脑子里一片混沌迷茫,眼泪不争气地流呀流。 也许过了一万年,杨林问,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哽咽着说,我,我初步打算,离了婚把公司,儿子留给张强,换,换一个城市生活。 知道了他们有这档子时,我不知道咋办了。 杨林一声冷笑,你真是一头猪,大放哟。 我心里抖声一股怨气,杨林,怕以后我们朋友做不成了。 杨林,亲,你气糊涂了吧? 我,我们真是塑料姐妹呀。 这样的事,你知道都不告诉我。 要你这样的杨林,亲,这样的事,谁敢告诉你? 告诉了你,你们的家就散了。 你儿子还小,你一路怎么走过来的,我都清楚,不忍心啊。 我只有侧面劝劝张强,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又没完没了地哭。 我平静了些后,杨林告诉了我一切,张强和小柳的事尽人皆知。 小柳现在已经和老公离了婚,就等张强离婚了。 那一家人不要脸超乎我的想象,我见过不要脸的,真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张强婚都没离,他们全家已经默认张强是他家女婿了。 听说小柳的妈对此事大力支持,坚决要求女儿女婿离婚,和女婿家闹得不可开交。 小柳的姐姐从外地回来,他们全家还有张强,你儿子在一起吃饭,被我看见了。 我打电话给张强,张强说只是吃饭而已。 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请你老婆一起? 他很不耐烦,似乎怪我管得宽。 你今天去离婚,他们明天就去结婚,白捡一个公司,怕这会儿小柳尿都笑出来了。 张强也是啊,与那家人搞在一起,以后有得好日子过。 再说,这小柳哪点能与你比? 张强的口味? 就在这时,张强的电话来了。 他告诉我他已在民政局了,我什么也没说,挂了电话。 这小柳是我原单位的同事,单位大,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晚上张强回来了。 我,你回来干啥? 你亲爱的小柳呢? 张强听了一愣,你说什么呀? 我,你不会告诉我你不认识他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生意要谈,都在他床上谈的吧? 张强,不可理喻。 我,张强,你衣服裤子扒光了滚吧。 张强,凭什么? 我,呵呵,凭什么? 婚姻罚你不是不知道。 给自己留点颜面,爽快地滚。 张强,我和小柳关系是好,但还没到那一步。 真是颠覆三观,厚颜无耻,撒起晃来脸,不变色心不跳啊。 我起身打开大门,请吧。 张强跑去关上门,这是我的家,我往哪里请? 我,你和你爷老丈人,也丈母娘一起吃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你非要逼我拿照片,给你看? 我根本没有什么照片,不过诈张强而已。 张强做贼心虚,以为把柄落我手里了,普通跪在我面前。 老婆,我错了。 我,听说你们都谈婚论嫁了,怎么又错了吗? 难道还嫌欺负人不够? 我心里一阵伤心,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到卧室把张强所有的东西甩了出来,对他咆哮,不准进我的卧室。 我当着张强的面,把床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去扔了。 然后,冲到超市买了新的回来。 我们分房睡了。 事发突然,我脑子很乱,很多事拧不清,需要静下心来考虑清楚了再定夺。 每天,张强回家把饭煮好,小心翼翼地喊我吃。 每次我黑着脸看都不看他一眼。 一个月后,我和儿子回老家过春节。 张强死气白赖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坚决不同意。 大年三十,我和儿子回到老家。 我爸妈正在包饺子。 我们进门后,我妈盯着门看了很久,问,张强呢? 妈,张强有事,今年就不回来了。 话音落地,我爸的脸就拉了下来, 人人都在过年,就他有事。 我只得把我们的事告诉了爸妈。 爸,妈我准备春节过后和张强离婚。 我妈听了抹泪叹息,我爸一直黑脸。 晚上,我爸收到张强的信息,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本来我要回来看二老的, 可自此以后,我爸的脸就更黑了, 整个春节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过完春节,回城路上, 我问儿子,宝贝,柳阿姨到我们家来过美。 儿子,你出差了,她就来我们家。 我,宝贝,柳阿姨好不好? 儿子,好呀。 她带我到公园玩,给我买好吃的。 巨大的失败肆虐我的每一个细胞, 我的心好痛。 我小心翼翼地问, 儿子,假如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谁? 儿子想了想,我谁也不跟,我要去流浪。 瞬间,我所有的坚强坍塌了。 我泪如泉涌,拼命压住抽气, 怕安全座椅上的儿子听到, 他才四岁多呀。 我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捅开了家门, 听见张强正在打电话, 我离了婚,也不可能与你结婚。 电话里一阵抽气,你不是说好了的吗? 离了婚就和我结婚。 我为你离了婚,你却要和老婆重修就好。 你他妈太渣了,提起裤子就不认人张强, 少说那些。 我睡了你,难道你没睡我? 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请我愿,懂不? 电话里一阵炸裂地哭,你等着, 我要把你的家给你砸了。 我反锁了门,不一会, 门外响起了砖头砸门的声音。 我喊张强抱着瑟瑟发抖的儿子, 在里屋躲了起来,报了警。 很快来了两个男警察, 看见小柳疯狂砸门,大喝,干嘛呢? 小柳住了手,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一警察来敲门,我开了门,警察问,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警察同志,我根本不认识他,不会是疯子吧? 警察看着农庄被泪水纵横了的小柳, 自言自语,有可能。 小柳听了,急了,他老公睡了我。 我,呵呵,刚才我怀疑你是疯子, 现在确信你就是疯子了。 我老公睡了你,你来找我干嘛? 两警察对看了一眼。 敲门那位警察对小柳说, 跟我们到派出所去,配合把问题说清楚。 警察带着小柳转身的一瞬, 我用手机闪了一张,发给了杨林。 杨林收到照片,发在了单位群里。 警察走后,张强像哈巴狗一样, 跑前跑后地问, 老婆,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我撇嘴说,我看到你亲爱的小柳早就饱了。 你离我远点。 张强,老婆,我错了。 不一会儿,杨林约我喝茶。 我到了茶坊,杨林异常兴奋, 群里要炸了。 你在里面就好了。 我,哦,我在群里, 里面的人就放不开了。 再说,我已经不是那里的人了, 怎么好意思赖在里面吗? 杨林给我看群里的消息。 妈呀,勾引别人男人, 把自己勾到橘子里去了。 警察很敬业呀。 才过完年就开始扫黄打飞了。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啊。 呵呵靠下半身挣钱, 风险大罗。 听说爹妈,兄弟姊妹一起上阵 想把大老婆弄走夜。 这叫字作孽不可活哈。 哈哈,我把手机交给杨林。 你不知道,像疯了一样, 来砸我门,我只有报警了。 我把细节向杨林叙述了一遍。 杨林,你真的不认识她。 她和张强的事, 你真的一点不知情。 我,你知道的, 我的生活基本就家里, 单位两点一线, 再偶尔出出差, 我上哪里去认识她? 我辞职出来后, 就更没机会认识她了。 至于她和张强的事, 张强身上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 可我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再说, 如果我真的认识她的话, 就更不会往那方面想了。 长那尿样, 傻瓜, 男人看女人和咱不一样。 杨林说, 今天约我主要想问问我有何打算, 张强已经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 希望从中撮合。 我向杨林诉苦, 家里老的, 小的都给我施压, 可这抛食我厌不下呀。 杨林给张强打电话, 叫她把我儿子送她家去, 到这里来喝茶, 说我在这里。 张强一会儿就来了, 她当着杨林的面给我下跪, 与无伦次的保证。 老婆, 给我一次机会。 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 我一辈子当牛做马来补偿你。 老婆, 别撇下我张强泪流满面。 我看着窗外, 也没出息地流泪。 过了许久, 只听张强说, 我今天当着杨林的面, 承诺把公司的法人改成你。 老婆, 老婆杨林, 本来你们的婚姻我没资格说什么。 不过, 你们都要多想想老人, 孩子, 多朝前看。 张强听杨林这样说, 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杨林, 你一定要救我呀。 我们不容易我心里一阵烦乱, 站起来对杨林说, 我回去了。 过后, 杨林陆续给我发信息,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张强居然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给你下跪, 看来他确实知道错了。 姐吗, 给他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关了灯男人都一样啊, 希希,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们毕竟是供过患难的。 如果又找一个不靠谱的, 会怎样呢? 我被杨林的信息搞得惶惶然, 不再催张强滚了。 日子莫名其妙地过着, 张强家里家外任劳任怨, 我有什么事, 无论有理无理, 张强跑得比狗还快。 我们似乎回到了张强出轨以前, 可两年后, 又一场狂风暴雨, 肆虐了我的生活。 两年后的一天, 原单位一位老师傅找到我, 见面就一顿天花乱坠地乱垮, 然后问我能不能在公司里 给他女儿解决个工作。 我知道我没有他吹得那么好, 可我不知道怎么拒绝。 我孽如半天, 好像还差个人事缘。 老师傅听了连忙说, 人事缘好呀, 就人事缘。 我去, 本来这些事都是张强在管, 我从来不参与的, 可这天就像遇到了鬼一样。 几天后, 老师傅的女儿小敏来上班了。 这小敏一脸雀斑, 如果不是这些雀斑的话, 勉强也能算个白富美, 老师傅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 女婿家也很有钱。 刚开始, 小敏上班也还算勤恳, 对我也很巴结。 不过, 这财神很自恋, 总认为自己长得好看, 总认为自己是人民币, 是个人都喜欢她, 说话大句大句的。 对此, 我虽不喜欢, 但也没在意, 谁还没个缺点呢? 小敏爱喝酒, 每天晚上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 可她的酒量并不大, 三两酒下度说话, 就没边际了。 小敏的男人长得很帅, 可能因为小敏长得乖的原因, 她男人很服她这一包药, 对她言听计从, 对她喝酒也没什么意义。 小敏来了两个月后, 我到厦门出了烫差, 回来正好是周五, 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 回家途中儿子说, 妈妈, 上周小敏阿姨来我家了, 我,宝贝, 她来我们家干什么? 儿子, 她喝醉了, 在我们家睡。 我, 爸爸呢? 儿子, 爸爸去看她喝水煤, 一会儿就去一次, 一会儿就去一次。 我心里一阵七拱八俏, 晚上, 等儿子睡了, 我问张强, 听说上周小敏在我家睡, 你他妈又想啥呢? 张强, 谁这么乱说? 我醋眉盯着张强, 张强平静地说, 他喝醉了, 我打电话喊他老公把他接了回去, 合乎逻辑, 没毛病。 两天过后, 小敏请我和张强吃晚饭, 饭在小敏家里吃的, 小敏的双方父母都来了, 大家都喝了点酒。 饭桌上小敏妈说了很多客套话, 饭后, 小敏老公, 小敏妈陪我们打麻将, 麻将打了几圈, 只见小敏披着个浴巾就来了。 我仔细看了看, 浴巾刚过大腿跟, 里面应该一丝不挂。 我自己被撩到了, 生怕浴巾出什么意外。 我偷偷撇了撇小敏的老公, 人家一副乐呵样。 我在心里责怪自己是个心里阴暗的人, 人家老婆撩老公, 你多拿门子心。 我看看张强, 再看看小敏的老公, 尽想些不着四六的事情。 小敏的老公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 我这个人有时候傻, 有时候多疑, 可都不在点上。 又隔了一阵, 我花了五千多买了一套衣服, 衣服脏红, 裤子脏青, 款式是当年最流行, 最拉风的品牌HR。 这套衣服穿在我身上吊吊的, 一改我往日课版的模样。 员工们见了都恭维我, 老板, 你穿这身衣服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好看。 我听了心里高兴, 那是当然, 不然五千多不白花了。 可小敏见了我时, 撇了撇嘴, 从嘴角切了一声。 我立即低头检查, 是不是拉链没拉上, 随即心中很不烫然。 我很想说, 衣服我自己喜欢, 你不喜欢没必要这样吧? 可我忍了, 什么也没说。 晚上, 我对张强说, 小敏这人特没素质, 见我穿件新衣服, 就切呀切的。 什么意思吗? 张强一听来了情绪, 你问我, 我问谁去? 隔了一会儿, 他似乎觉得情绪没对, 又温柔地对我说, 管他呢。 你确定, 不是你自己多心了? 西西, 我真还不确定。 从这以后, 我注意到张强中午经常不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小敏只要听见员工喊我老板, 就会撇撇嘴, 张强才是公司的老董监法人。 我每次听了都懒得理他, 把原因归结到没文化, 说话添一句的一句的。 我见过自恋的, 没见过如此自恋的, 我喊张强把他开了。 张强说, 你把他招进来, 现在喊我来开他。 好人你做坏人就我来做。 见了他妈, 你怎么说? 是啊, 我他妈肝痛。 一天中午, 我看张强不在, 打电话问他在哪里。 张强, 我高中同学来了, 一会儿就回来。 以往张强的同学来了, 必定喊上我, 我顿声疑云。 我装着从人事部门口路过, 往小敏座位上撇了撇, 果然不在。 不一会小敏来了, 他平时几乎不进我的办公室。 我见了他冷冷地问,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小敏答非所问, 哎呀, 我妈病了, 中午送我妈上医院了。 我, 呵, 是吗? 小敏见我对他态度冷淡, 不高兴地走了。 这不此地无银吗? 总认为自己长得漂亮, 总认为自己情商, 智商都很高的小敏, 这会儿亲自把自己卖了。 他不来我办公室多一嘴, 我最多也是个怀疑。 嗯, 他真在侮辱我的智商哦。 我心静如水。 晚上, 张强对我说, 同学路过这里, 由于时间仓促, 没来得及叫我。 我心里冷笑, 这他妈什么狗屁理由。 脸上却笑着说, 中午时间很短, 是很仓促。 再说你的同学, 我却还不是帮你撑面子。 你不喊我去, 我乐还来不及呢。 十夜张强憨声如雷, 我却睡不着。 我不能让公司落在张强手里, 小敏之流不就图的这个吗? 先让他们一银一会儿, 我要让他们死得难看, 上次张强主动提出来, 把公司转到我名下, 我还真以为浪子回头了呢。 就把这是一拖再拖, 拖到现在都没办。 我现在非常后悔, 为此我一直纠结到天亮。 此时的张强, 貌似很正常, 该下班下班, 该干嘛干嘛, 只不过隔三差五中午, 就消失一两个小时, 我听之认之。 小敏就不一样, 他更加嚣张, 见了我总一副不屑的神情, 傻逼二字呼之欲出, 我都惯着他们。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张强, 你不是要把董事长 和法人变更成我吗? 哪天找个时间去办了? 张强, 女人头发长见是短, 当什么董事长哦? 可能是我的话惊动了张强, 很长一段时间他中午 都重规重矩地 在办公室里待着。 时光荏苒, 很快到了年末, 公司包了民宿, 举办班组长以上干部 年终团建, 允许大家带家属。 家属到场的话 可得一千块钱红包。 小敏的老公没有来, 说是单位电梯坏了, 要组织人去维修。 晚上吃完饭, 搞活动, 发红包, 发奖金。 过后, 大家自由活动, 打麻将, 唱歌, 聊天等。 我大声嚷嚷着要打麻将, 小敏说他不舒服去睡了。 我们几个人开始打麻将, 我赢了就大说大笑, 输了就唉声叹气, 似乎兴致很浓。 张强见我沉醉于麻将, 东黄晃兮晃晃, 就消失不见了。 过了大概一刻多钟, 小黄, 来帮我打打麻将, 我去上个厕所就来。 小黄是流水县上的班长, 人老实本分, 这会儿正在角落里 与男朋友包电话粥。 小黄过来接替我, 我上了厕所, 拐出门, 朝我和张强住的地方走去, 他们一定在那里。 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志在必得, 决心要把事情 有多大整多大, 不能每次受伤的都是我, 我已经受够了。 我正朝前走, 听见背后有匆匆的脚步声, 随即听见生产副厂长 杨平大声喊, 老板娘, 你没打麻将呀。 我一阵气恼, 回头语气生硬地说, 有人在帮我打。 杨平喊着一嗓子, 坏了我的好事, 果然门枝呀一声打开了。 我三步两步走进门去, 跟着杨平也进来了。 张强一脸平静地在看电视, 平静地让人生疑。 我朝卧室里望了望, 里面除了床罩有一丝丝乱外, 一切如常。 我在看厕所, 厕所的门是关着的, 不能确定里面有人没人。 我在细看张强, 发现他的右脖梗上 有一抹淡淡的晕红。 我, 大家都在一起玩, 你当老板的躲到这里来干什么? 张强哼哈哈地应付我。 我心里盘算着, 先检查卧室的柜子, 还是先看厕所。 很明显, 杨平是来给他们打掩护的, 如果没整对小敏在二人的掩护下就溜了。 我决定哪里都不去。 我关上大门, 捂着肚子对张强说, 哎呀, 我这肚子太爱拉了, 回来上个厕所。 这句话落地, 只听见厕所传来, 碰通一声, 我们三人齐刷刷地望向厕所。 不一会儿, 只见小敏呲牙咧嘴从里面出来了。 我看着小敏乐不可知, 哈哈, 小敏, 你怎么在这里呢? 摔了。 我走到厕所门口, 往里去了一眼, 厕所的窗户下面放着个塑料档, 小敏, 你从窗户上摔下来了? 你跑上面去干啥? 虽然二楼不高, 掉下去也危险呀。 我撇了撇张强, 张强的脸色非常难看, 再看看小敏, 小敏小心翼翼地看张强的脸色,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杨婷, 老板娘, 早先我看见小敏, 她说人不舒服, 就喊她来张总这里, 看看有什么药莓。 小敏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 是啊, 是啊, 老板娘, 你也太不关心我了。 我, 张强, 你带药没? 张强, 没? 我, 小敏, 我给你老公打电话, 说你在厕所里摔了, 让他给你送点药来。 小敏, 别, 别, 别我上完厕所, 嘻嘻笑着, 张强, 我打麻将去了, 三个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打麻将回来, 张强一个人还在看电视, 他偷偷地把我瞄了又瞄, 想从我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可他失望了。 我展开五音不全的嗓子, 一边洗漱一边乱哼哼。 张强小心翼翼地问, 赢了? 赢了? 团剑回来后, 一切如常。 张强想象中的哭呀, 吵闹呀一样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 他似乎想说点什么, 可我都没说什么, 他又怎么开得了口? 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猫捉老鼠不就在一个丸子上吗? 这段时间, 张强一直很老实, 重规重矩地上班下班。 只是很多时候, 我晚上醒来, 发现他在床上烙大饼。 过了年差不多又过了两个月, 我估计张强紧绷的神经 应该松弛下来了。 我到电子城去买了一个 高清针孔摄像机, 安在了我们卧室的WiFi里。 摄像机安好的第二天, 我妈打电话向我撒娇, 说他头痛, 胃痛, 肝痛, 手肝痛, 脚肝痛, 要我们回去看他。 我问张强, 你回去看老太太不? 张强都回去了公司怎么办? 我一个人开车回了老家, 当天晚上, 父母睡了, 我躲在一旁看了一场现场直播。 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可绝望还是禁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 我把他们做死的视频保存在了云里, 这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在家陪了我妈两天, 在这两天里, 我梳理了过往的一切。 其实, 我和张强的婚姻就是一个错误, 退而求其次就只能是此了。 所以, 离婚是必须的。 挨莫大于心思, 这样的婚姻论谁也就不了。 其次, 开掉小敏, 喊他有多远滚多远。 再就是开掉杨婷, 我平生最恨这种没有底线, 为虎作娼的人。 再就是把张强从公司摘干净, 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经营公司。 从老家回来, 我问张强是协议离婚还是起诉离婚。 张强依附震怒的样子, 你发什么疯了? 我什么也没说, 把卧室里的WiFi拆开, 取出其中的针孔摄像机给他看。 张强看了一言不发, 上班后, 我告诉小敏, 你被开除了, 请另寻高救。 小敏, 切。 了一声, 匆匆去找张强。 张强黑着脸, 我自身都难保。 小敏听了想大闹, 张强说, 你自己送货上门, 闹也是白大。 小敏愣了一阵, 收拾东西走人。 收拾了小敏, 我通知人事部, 辞了杨婷。 杨婷不甘心, 希望张强能救她。 张强苦着脸, 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杨婷知道自己, 站错了队, 后悔不该跟张强, 小敏混, 可世上哪有后悔要卖。 然后, 我通知张强, 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 我要换家里的锁。 张强心里清楚, 这次事彻底over了, 神仙也就不了他。 他问我, 如果协议的话, 你会怎么弄? 我, 看在儿子的面上, 我会给你一笔钱, 这笔钱, 够你买一套小房子, 和生活一段时间。 你必须离开公司。 张强, 我可不可以不离开公司? 我不可以。 张强, 张强是聪明人, 他知道我手里有硬证据, 如果诉诸法院的话, 结果不一定比这强。 离婚后, 我请了职业经理人, 公司的经营上了一个新台阶。 有几次我碰到小敏的妈, 本想打个招呼的, 可小敏妈怒目而视, 拂袖而去, 似乎我欠她很多。 我能做的只能是 微笑着目送她离去, 她也不容易呀。 听说小敏老公向小敏提出了离婚, 有几次张强探视儿子的时候, 向我哀求希望能回公司上班。 我坚决回绝了她, 有好远离好远吧。 天作孽有可存, 自作孽不可活。 你自己一而再地作死, 不成全你天理不容。 张强又给我下跪了, 我心中掠过一丝侧隐。 不过这一丝可怜的侧隐瞬间 就被不屑湮灭了。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跪来跪去的, 是欢喜还是趣儿? 给你自己和儿子留点面子吧。 张强最毒负人心。 我,呵呵,你才知道。 俗话说, 艰难困苦欲辱于成。 经历这么多后, 我不再寡断, 社恐的毛病也比原来好了很多。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退而求其次最后的结果只能更次, 只能是自取其辱, 出轨是有瘾的, 有了一次就会有恩赐。 我庆幸自己从泥浪里爬了出来。 人的成长是需要代价的, 一切都还来得及。 想到未来,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未来的路也许布满了荆棘, 但谁也阻挡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我坚信明天的太阳一定会为我灿烂升起。 使用庸病态 人呆持住 然太阳 看上你 但谁也阻挡不了我的 beta 在历ール上人